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违约风险一架是不是 违约风险一架怎么算呢 三种方法吧 你可以去找它的美元或欧元发行的债券 然后拿它的收益率减掉美国的收益率 或者德国收益率 第二 CDS 第三就是信用评级吧 那么我们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 直接用国家违约风险一架 作为国家股权风险一架的一个代理原料 这是最简单的吧 有一个假设条件是什么 股市和债市基本上是相似的 是可别的 就是说你俩的波动性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差异 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用这种方法 那么如果说它俩之间的差异比较大的时候 不能够做一个准确代理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算呢 我们可以用第二种方法 就是相对波动率方法来计算 这个是怎么算的 我们用股票市场的波动率 就是代估企业 它所在国家的股票市场波动率 和成熟市场的股票波动率做比 这个比在乘上什么呢 美国的股权风险一架 这是不是就是相对于是代估企业所在国家的全部股权风险一架了 我们前面说了全部股权风险一架 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股票市场的 一部分是国家的 股票市场的是多少啊 我们选的是不是就是成熟市场的 所以说呢 我们拿全部的再减掉股票市场的 就是我们所得到的什么 国家的股权违约风险一架 这个例子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假设美国股票市场 股权风险一架是5.69% 然后A国或者某一国家 这是我们所估企业的所在国家 它的股票指数呢 这个波动率是30% 标普500的波动率是18% 那么我们拿5.69% 乘上一个相对波动率吧 30%比上18% 这个是不是就是得到的 A国全部的股权风险一架了 全部的股权风险一架之后 再减掉5.69%的成熟市场 股权一架 就得到了什么 A国的国家股权风险一架 这是用一种相对的方法进行研究的 我们直接拿两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波动性 进行考察 我们前面刚才说了一个就是 你可以做一个跨波的 那么一个国家的呢 能不能做呢 对吧 因为我们第一种方法 假设你的股权市场和债权市场的波动性是相似的 所以说我们做了那么一个 然后如果说不相似的话 我能不能也用一个相对波动性进行研究呢 所以说这呢 就是我们的第三种方法 我们不做跨国研究 只以A国或者是被估企业所在国家进行研究 只不过这个国家我们是什么 进行了一个跨市场研究 第二种方法是跨国的 但是呢股票市场是相同的 这种方法是什么 同一个国家的 但是市场是不同的 这个是怎么算啊 国家股权风险一价等于 该国国家债券违约风险一价 乘上一个什么 股权市场波动率和债券市场波动率的一个相对值 这里面直接计算就可以得到 例子呢 也是比较简单吧 我们直接带着公式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想一想哈 第二种方法和第三种方法有什么不同 第二种方法最先得到的是什么 全部股权风险一价 对不对 我们拿全部的减掉成熟市场的 得到了这个国家的股权风险一价 第三种方法呢 直接得到了国家股权风险一价 这个方法虽然说套公式就可以用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用完之后 我得到的是什么 不要就是前面直接也默认为 就是国家股权风险一价 那是不对的 因为他还要再减掉一部分 就是减掉股权风险一价 这个呢不用减 直接去用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这个第三种方法 然后我们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呢 其实就像对前面的一个应用 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率是48% 然后标普500指数的波动率呢 是20% 然后美国股权风险一价是5.5% 我们有这三个数据 那么我们去估算 墨西哥的国家股权风险一价 我们要估算的是国家股权风险一价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首先怎么做啊 先求一个全部的 全部的怎么求呢 5.5%乘上一个48% 比上20% 对吧 这样的话得到一个全部的 然后全部的 再减去5.5% 乘出市场的股权风险一价 对不对 就得到了墨西哥的国家股权风险一价 是不是 那么这是第一种 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二种方法 假如说这一问呢 如果墨西哥发行的美元国债 有3%的违约一价 对吧 它已经列出来了 然后国债的波动率是24% 那么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估算它的国家股权风险一价 我们就用墨西哥市场内的 对不对 因为你的股票市场波动率是48% 你的国债的波动率是24% 那么48%比上24% 得到了一个股市相对于债市的一个相对波动率 对不对 相对波动率 然后再乘上一个3% 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国家股权风险一价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再减掉一个 城市市场了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用两种方法的时候 用的数据是什么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对比着去分析一下 以后呢 就不会把它给弄混淆 好 看述